那先跟大家報告 今天的確定病例 本土的病例有4例 那境外移入的案例有45例 那落地採檢24例 那在居家檢疫中採檢有21例 那這室裡面 有3例 都是居隔陰轉陽 昨天也是4例 那也全部都是陰轉陽 那現在相對的 整體的一個感染的這些傳播鏈 都在受鏈中 那昨天的入境採檢的 有20個航班 那實居人數785人 陽性的人數24人 那陽性的比例是3.06% 那今天早上檢查了5個航班 實際的人數是250人 那陽性的人數是2人 那百分比是0.80% 有20個身為 有20個身為 死亡 是4個身為